Hallelujah, how are you this morning? 大家好嗎? 吃了早餐嗎? 沒有,那等一下記得要去吃 多少人有帶信心來的,可以把它高高的舉起,然後向我揮揮 哇,我知道有些經文會放在我們的影片上,但是我們還是希望大家今天能夠帶聖經來教會 今天早上要先開始為大家讀出菲利比書的第一章第六節 所以這是使徒保羅他所說的,他說我深信,那在你們的當中,你們的中間開始了這麼一好工作的 保羅就說,對這件事情我是非常深信,完全沒有懷疑的 就是神在你們中間開始了這美好的工作,然後到了基督耶穌的日子呢,必成全這工作 所以保羅其實要告訴我們,如果是神開始一件事情,他就必定會將它做完,必會有結束 上帝呢? 上帝呢,他絕對呢,就是做事情不會做到一半 所以同樣的,當上帝給我們一件任務,或者是給我們一件事情要我們去完成的 所以同樣的,當上帝給我們一件任務,或者是給我們一件事情要我們去完成的 他也要我們能夠好好地將它完成 所以上帝絕對不要呢,我們在祂所給我們的任務當中是半途而廢 所以祂要我們在祂給我們的任務,祂要我們在祂所賜給我們的應許上呢,都能夠完成 所以因此呢,保羅就說,我非常地深信 因為神就是這樣子的神 因為如果神在你們的中間開始了這美好的工作,祂就必會完成這個工作,會成全這個工作 所以這就是我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呼召為要完成 呼召為要完成 祂父,今天早上我們奉耶穌的名字祷告 祂父,祂將祂的話語能夠深深地烙印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 祂父我們祷告今天透過祂的話語對我們來說話 既讓祂活泼的花語能夠帶給我們的生命,讓我們的生命能夠 经历崭新的这个生命 让你这个活泼的话语 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眺望我们 让你的活泼的话语 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提升我们进到另外一个层面 所以不管你在我们的生命 你要开始怎么样的工作 你要在我们家庭开始怎么样的工作 在我们的职场 你要开始怎么样的工作 我们有这份的恩典去完成 奉耶稣的名字 每个人说Amen 我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 关于耶稣亚的故事 上帝如何呼召他 然后上帝如何期待他去完成 上帝给他的使命 我们翻开耶稣亚记 在旧约圣经的耶稣亚记的第一章 第二到第四节 在耶稣亚记的第一章 那是其实摩西已经回天家了 这时候上帝就来到耶稣亚的面前 他就对耶稣亚说 因为耶稣亚就待在那儿 他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 这就是上帝对耶稣亚说的 所以上帝就对耶稣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这个耶稣亚说 我知道他死了 然后上帝就对耶稣亚说 你就知道他死了 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做呢 你是那一位继承摩西的这个 你是他的继承人 你应该懂得如何的 去继承他做的事情 那现在摩西他死了离开了 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做呢 摩西已经死了 所以你现在要起来 和全体人民过着约旦河 到我现在要赐给他们 以色列人的地区 你们脚掌他过的每一处地方 我都照着我应许摩西的赐给你们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节的经文 上帝就对了 对摩西讲了一些话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会很惊讶 就是为什么上帝 有些时候话要说得这么白啊 因为在摩西的时候呢 上帝已经讲了好多次 就是告诉摩西说 我已经将这个的迦南地应许 这地赐给你们 赐给你和以色列人民 你和我都知道的 但是在这两节的经文呢 上帝对耶稣亚所说的话 感觉到耶稣亚好像是 对什么东西都不理解的 所以这就是非常的明显 让我们知道就讲说 好像这个耶稣亚不在状况的里边 要上帝亲自的来提醒他说 耶稣亚你赶快要行动了 所以有些时候呢 可能我们握有某些东西 但我们却不知道呢 我们自己已经拥有它了 对吗 你可能拥有一些 你可能握有某些的东西 但是呢 其实你并不知道 你自己拥有了 你可能有一些银行户口 户口里头是有钱的 因为你有太多的银行户口 你甚至忘记了这个银行户口 是有钱的 你有这个银行户口 但是你却不知道 你有这个银行户口 所以当你进到 去你自己的 你的家的这个的 储藏室的时候 你进去你才发现到说 这个我有 那个我有 然后你去到你回到家 你去找找你的衣橱 你发现到说 啊我怎么会有这件新衣服 牌子都还没拆下来 Am I right? Do you know that you cannot benefit from something from anything that you didn't know that you have 其实呢 即使是你握有某些东西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你自己拥有它的话呢 你绝对不能够 在那个所拥有的 得到任何的益处 you don't know it you would never reap the benefit of it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 你永远呢 就不知道 这个东西呢 都带给你益处 这就是发生在 耶稣亚的身上 耶稣亚其实呢 他已经有了 那个应许 he was given the promise called the promised land 其实他已经呢 得到了上帝 所赐给他的那个应许 就是这个应许之地 but he was not fully aware of it 但是他也不是 全然的能够 去发现 he kind of know it 他大概是知道 he thought he knew it 他以为他知道 but he did nothing about it 但是他什么都不做 那如果没有耶稣亚记的 第一章 上帝对耶稣亚所说的 这一些话呢 提醒他 告诉他 让他知道 他所拥有的 不然的话呢 耶稣亚就不知道如何的 好好的去完成 去得到 去占领这个应许之地 Now many of you may not fully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holding in your life 可能很多人 也没有完全的 能够全然明白 你自己手中所 握有的 you don't fully understand the family that you are holding in your life 你没有办法 完全的明白呢 你手中握有的 这个家庭 so you are not living to the fullness of the family value so you are not living so you are not living to the fullness of the family value so you do not fully you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that you have in your life you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that you have in your life you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the relatives you的亲戚 you的朋友 the church family 教会的家人 you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so you are not living to the fullness so you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so you are not living so you do not know the opportunity that you are holding in your hand in your workplaces so you也没有 办法去了解 明白 你手中 在你的职场上 你所拥有的 那个机会 the promise of the wealth that God has promised you 上帝所赐给你的 那个财福上的应许 because you are not aware of it 因为你没有去察觉 you don't know what you are holding 你不知道 你自己手中 所窝有的东西 so you are not making the fool of what you have so you就不懂得 如何能够 好好的去完成 Paul said I have Paul said I have fought the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the race I have kept the faith 所持的信仰 我已经守住了 Paul said this This is what I have done I not only started but I have finished well 我不只是有开始 而且呢 我有好好的去完成 to start something is always easy 起头总是容易的 am I right 对吗 it's so easy to start anything 你要开始 做一些事情 是很容易的 you want to start a church it's so easy 要开始 一间教会 是很容易的 you want to start a family 你要开始建立 一个家庭 是很容易的 you want to start a business a career is so easy 你要创业 开始一个新的 生意 是很容易的 to start anything is easy 开始一件事情 任何的事情 是很容易的 you want to start a ministry is easy 你要开始 哪一个的事工 是很容易的 you want to start serving is easy 你要开始服饰 是很容易的 but to be able to finish well is always a struggle 但是你要好好地完成 总会遇见 掙扎 to be able to finish well is always a struggle 好好的完成 总会有掙扎 it is not how you start more important is how you finish 最重要的不是 你如何起头 而是你如何完成 你看看这个故事 这是在四十年前 就开始了 上帝就呼召摩西说 摩西你带领我的子民 去到这个应许之地 Moses went to Pharaoh 然后摩西就来到 埃及的法老王 那里前 就是如此开始的 Moses brought the people out 然后摩西就带领 这些以色列民 出埃及 Everybody was excited 每个人都非常地缺悦 Everybody was full of faith 每个人都很有信心 Moses was full of faith Moses也大有信心 He was so excited I've got a million people coming with me 整百万的人跟着我 And God was there 上帝与我们同在 God showed them signs Wonders and miracles 上帝让他们看见 神奇奇事的发生 That was how they started 这就是他们 就是这样子开始 God changed the heart of Pharaoh Pharaoh let them go 然后上帝就 使法老的心改变 然后法老容许 他们离开埃及 And the people experienced Miracles after miracles 所以这些的以色列子民 他们经历 一件又一件的神迹 When they left Egypt 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 They came to the Red Sea 他们来到红海的面前 Egyptians Soldiers Ware after them from behind 他们是在红海的前头 等埃及的这一兵在后头 But God did a wonderful miracle 但是上帝行了一件 非常棒的神迹 Just having Moses Race up his road 他只是让摩西 举起他的手杖 The Bible says God caused a wind to blow the sea to one side 然后圣经记载又说 上帝让风吹起呢 海就分成两半 Not only that God did something Interesting 然后不只是这样子 上帝做一些 更有趣的事情 然后很多时候 我们就忘记了 这些细节 When the water moves high 就当这个水 分成两半的时候 The people wanted to cross 所以这些的 以色列民呢 就开始走在地上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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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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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cross 很多的泥浆 对不对 If you walk into it it's going to be muddy and dirty 因为那水刚分开嘛 你走在那个地面上 一定是会会黏你的脚 很多泥的 对不对 The Bible says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什么呢 God blew dry Make sure that the riverbed Be blown dry Dry up So that when the people cross over the river The shoes were still clean 所以圣经记载就说 上帝不单止让风 把这个红海 分成两半 他还把地上 那个海床 是吹干的 所以是认识呢 他们过这个红海的时候呢 他们是走在干地上 God looks after every detail of your life 你看上帝 他照顾你生命里头 的每一个的细节 Amen Is it for 40 years 40年 God defeated their enemies 上帝为他们战胜敌人 God provided bread and meat and water 然后上帝为他们呢 提供这个的水和肉 God caused miracles to happen In the night There was a flame A pillar of flame In the night And a pillar of fire In the night And in the day There was a pillar of cloud That gave them the shade 然后上帝甚至呢 在早上有云柱 带着他们 晚上有这个的火柱 带着他们 Miracles after miracles 神迹移植 一件一件的发生 They went through 40 years In the wilderness of miracles 他们在旷野里头的 40年呢 充满着神迹的40年 所以40年之后 God called Moses Moses come home 然后神就呼召 Moses Moses你要回家了 And Joshua And the people Were just standing At the edge Of the promised land 然后这时候呢 耶稣亚呢 就跟这些的 以色列人民 就站在应许之地的 这个的边境 Hear this You can be so close To victory 或许你离胜利 是如此的靠近 But it does not mean That you can finish well That不代表 你能够好好地完成 You still need To finish and finish well 你仍然地需要 好好地去完成 You understand that You can be standing So close To your victory 你可以呢 就是离你的胜利 是如此的靠近 If you don't cross over 如果你不约过去的话 If you don't finish If you don't finish well You不好好地去完成 Your whole victory Will be gone 你的胜利呢 你绝对 就是你的胜利 就会离开你 Let's look at what happened 我们来看 要发生什么事情 You see They were standing there So you can see 他们就站在那儿 And God said to Joshua 上帝就对耶稣亚说话 Jushua what are you doing He said 耶稣亚你在干嘛 Moses is dead Moses已经死了 Don't you know that You are carrying the promise Don't you know that You are carrying the promise Don't you know that You are the one For the hour You don't do anything Nothing will be done There are things in your life If you don't do it No one can do for you There are decisions in your life If you don't make it No one will make for you There are actions in your life If you don't make the action You don't take the actions No one will act for you There are commitments in your life If you do not commit No one will commit for you 你自己的生命 要付上的尾身 如果你不去尾身的话 没有人能够代替你 There are things in your life If you don't speak No one will speak for you 有一些话 是你自己要说的 你不说 没有人能够代替你说 How many of you understand that And Joshua 耶稣亚 You carry the promise You carry the promise You do not know about it 但是你却好像不及待 I am reminding you about the promise You have got to work on it You have got to cross over You have got to cross over The story went on 所以故事就继续地发展 Joshua and the people crossed over Jordan into the promised land 然后耶稣亚跟以色列民呢 他们就约过这个月档 和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 They experienced another dimension of the miracles of God 他们又经历上帝 另一个层面的神迹 Because in a miraculous way God just parted the God parted the the water of Jordan They walked across on dry land 所以上帝也是非常神迹的 能将这个月档河 分成两半 他们就约过这个月档河 The moment they came into the promised land They were so happy 所以当他们 进到这个应许之地 他们就非常的高兴 Ah we have entered the promise that God had given to us 他们就非常高兴 说你看我们进入到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应许之地了 The Bible says the manna that God gave them from heaven the meat that God gave them from heaven they all stopped 然后圣经记载就说 在旷野里头 上帝不要我们 供应的马纳 和这个鸳呢 那个肉 已经没有在供应了 Because the moment they entered in they had so much food in the land 因为当他们进入到 应许之地的时候 偏地都是食物 For 40 years they have been eating gogjong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irst time For 40 years every day morning and evening night eating gogjong the first time after 40 years they have something 插烧饭 他们在过去40年 每一天都在吃粽子 早上 中午 晚上 就好像你最近这样子 都是在吃粽子 突然间进到 应许之地 他们可以吃 插烧饭了 他们觉得自己 真的是很蒙福啊 But You may be blessed with the promise 你可能因为 神给你的应许 你非常蒙福 There are still walls Wall W-A-L-L W-A-L-L-S W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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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you need To overcome 但是呢 你虽然是有那个应许 是非常蒙福的 但是你仍然有很多 这种的墙 城墙 是你必须要去 打破的 That's in Joshua chapter 6 Let's read that one 在这个的 约束亚记的第六章 In chapter 6 Verses 1 And 2 3 约束亚记的第六章 的第一到的三 As they enter in The first city Was the city of Jericho 他们进到应许之地 面对的第一个的城市 就是耶利哥城 This was not just a city It was a city with a great wall 这个城市 不是一般的城市 这个城市的城墙 非常的厚 For 40 years All they saw was a tent 因为他们在40年里头 他们看到的 就是这种的藏墓 All they had lived in was a tent 他们居住在藏墓的里面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are seeing a great war 第一次呢 在他们人生当中 他们看到 所谓的巨大的城墙 A powerful enemy 然后这么强大的敌人 It is one thing To have the enemy come And fight against you Where you are It's a different thing To go to where Your enemies are 敌人出来跟你引战 和你去到敌人的 那个地方打仗的话 是两回事的 Now they are coming to Jericho 他们现在来到耶利哥了 They didn't know what to do 他们真的是不知道 该做什么了 It was such an impossible thing 他们觉得 要攻打这个城墙 实在是不可能 The Bible says Now Jericho was tightly shut Because of the sons of Israel No one went out And no one came in 所以你看第一节 他说耶利哥的城门 因以色列人的缘故 就紧紧地关闭 没有人出入 There was a mighty city With this war shut No one could go in No one could come out 这个巨大的城墙呢 竟然门关得紧紧的 没有人出入 God spoke to Joshua 上帝对耶稣亚说 God said See I have given Jericho into your hand into your hand with his kings and the valiant warriors 他说 看 我已经把耶利哥 和耶利哥的王 以及英勇的战士 都交在你的手中了 It's interesting It's interesting God said to Joshua Over the forty years 你看 上帝在过去的四十年 他对耶稣亚所说的话 I've given you the promised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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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you know that The promised land was not an issue to Joshua 其实对耶稣亚来说呢 他觉得这个应许之地呢 根本不是什么大事 Because God had already said The promised land is yours 因为上帝已经对他说 应许之地属于你的 But Joshua had a smaller issue 但是呢 耶稣亚却有一件 他比较在乎的事情 The promised land was a big thing Josua had no problem 占领应许之地呢 耶稣亚不把当一回事 But there's something which is so much smaller than the promised land It's called Jericho 但是呢 这个耶利哥城 只不过是应许之地 其中的一个城市 但是耶稣亚却很在乎 Promise land was so huge and big and vast 整个应许之地 是很大的 Jericho was just a city 耶利哥只不过是 其中的一个城市 Josua had problem with the city 但是呢 耶稣亚呢 他却非常地在意 because the city has a wall that surrounds it 因为这个城市呢 被很巨大的城墙包围着 And in verse 3 第三节 God said You shall march around the city All the men of war circling the city once You shall do so for six days 第三节 你们所有能作战的男丁 要围绕这城 一天围绕一次 六天都要这样行 If you want to finish well 如果你要好好的完成 You know what God has promised you You know what God has given to you You know what God has given to you You know what you have in your hand You know what you have in your hand If you want to finish well 如果你要好好地完成 Take notes of these few things 你要记得这几件事情 Number one 第一 Let God speak 让上帝说话 Let God speak 让上帝说话 It was difficult for Joshua to take the city 这其实呢 让耶稣亚呢 占领这个城市 是很困难的 It was difficult 是很困难的 But God was speaking to Joshua 但是上帝却对耶稣亚说话 When you are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Or an impossible situation 当你在一个非常艰难 或者是你觉得 不大可能有突破的一个状况 Let God speak Because God wants to tell you something 让上帝对你说话 因为上帝要对你说话 Let God speak Because God has something for you 让上帝对你说话 因为上帝要赐给你一些东西 You may be in an impossible situation 可能你在一个 你觉得不大可能 事情发生的一个状况 But God is still in control 但是你要知道 神仍然在掌权 God is not out of control 那上帝呢 祂没有失控的 The Bible says God sits above the circle of the earth 神祂坐在大地的圆穹之上 He's above the circle He is the sovereign God He's one in control He knows what is happening He knows what you are going through 祂是掌权的主 祂知道每一件事情 要发生的事情 If you don't let God speak Into your impossible situations 如果你不容许上帝 对你的不可能处境 说话的时候 You will find That there will be other noises Speaking to you 你就会发现 就会有其他的噪音 来对你说话 All your friends Try to tell you There are ideas And opinions All your friends Try their intelligence And brilliance To offer you solutions 或者是你的朋友 就会想要来到 为你提供他们的方法 Even those friends who are in worse situation Than you Try to teach you What to do 即使你知道你的朋友 他的生活的情况 比你更糟糕 但是他想是要对你 给你这种的法治 给你这种的意见 The devil himself Will try to speak to you In his own way 魔鬼呢 他也想是呢 要来到 给你他的方法 Your own emotion Also has another voice Trying to speak to you 你的情绪 也会是另一种的 声音 要对你来说话 Your doubt And your unbelief Will also try to speak to you What to do With your impossible situation 你的怀疑 你的这种的不幸 也会来到对你的这种 不可能的处境来说话 We hear this Easy to say I believe in God 我们说 我相信上帝是容易的 It's easy to say I believe in God 我们要说 我们相信上帝 是很容易的 Until Or unless You are willing To listen to God Your faith Tak pakai 你知道呢 你要来到 听神对你说什么 要不然你的信心 无法产生功效 Do you understand that? It's easy to say I believe in God 我们要说 我们相信神很重要 Who doesn't believe in God 我们要说 我们相信神是很容易 谁不相信神呢 The Bible says Even the devil believes That there is God Everyone believes that there is God 每一个人都信 有神的存在 Unless You are willing To sit down And to listen To what God Has to say Your faith Will not work for you 所以一直到呢 你能够安静下来 听神对你说话 要不然的话呢 你的信心是 没有任何的功效的 Because Whenever God Speaks 因为不管神 Whenever God speaks He ignites a hope in you And That is important Because Like I said Last week Or two weeks ago That Faith Needs hope To work on 所以当神经对你说话的时候呢 他就会点燃 那个 那个的希望 但是这个希望呢 你需要和信心 一起同工的 When God speaks He offers hope 所以当神说话的时候呢 就带来盼望 God said to Joshua 神就对耶稣亚说 I know To you It's impossible To overtake Jericho 我知道对你来说呢 你要战胜耶利哥 是不可能的事情 But That is hope 但是 有盼望 Why Because I have given you The city I've given you The king I've given you The warriors 为什么有盼望呢 因为我今将耶利哥 和耶利哥的王 还有那些英勇的战士 都交在你手中了 When God speaks He invites the hope 当上帝说话的时候 就点燃这个盼望 When God speaks He invites your ability To see beyond Your impossibility 所以当上帝说话的时候 就点燃呢 让你能够看见 不可能以外的事 You see beyond You Even though the war May be there But you can see beyond The war You see The war Crumpling down 所以当上帝说话的时候 对 城墙还是在 但是你有这个能力呢 能够看到 这个城墙 已经被打垮了 Just like Peter and John When they saw the man Who was lamb Just like Peter and John When they saw the man Who was lamb Even though We can see We can see We can see He is lamb He cannot walk But the spirit Gave them A voice The spirit Gave them A conviction The spirit said He can walk So Peter and John Saw Him sitting down At the same time Saw him With the ability To stand up And walk 彼得和约翰 他看见 这个男人 不能行走 但是同时 他也看见 这个男人 有能力 可以行走 That's why Peter and John said Stand up Pick up Your bear And walk So in此 彼得约翰 就自己跟他讲说 起来 拿着你的路子 走吧 Listen To what God has got to speak So you 要去听 上帝说的话 Secondly If you want to finish well 如果你要 好好的完成 Let the faith that you have take effect 让你的信心 发挥功效 It is Face It's not something that you just carry inside So this 信心呢 不是只是 让你心中 拥有的 Face is more than that Face is something inside that you can act out You can live out You can work out It is like life Life is not just staying alive It's not just staying alive What is the point I have life I'm just staying alive I am breathing In fact when I can't breathe the machine help me to breathe and I'm in ICU I am staying alive What is the point of having alive but only to stay alive 然后一个 有生命 的人 他只是 单单活着的话 就是毫无 意义的 You understand that When I say I have life 如果我说 我是有 生命的人 I want to be able to walk I want to be able to jump I want to be able to dance I want to be able to do my exercise I want to be able to use my life I might come alive and play golf 然后呢 我要 珍惜 我的生命 我要去 打高 of I want to come alive be able to preach 然后呢 我要呢 真的是能够 去讲道 I want to have this life so I can move around because life is not for me to stay in bed and stay alive 然后呢 这个的生命呢 不是只是让我躺在那边 这样子 活着而已 do you understand that I went to see my doctor just last week for checkup 我上个星期去看我的医生 做一些的检查 after the blood test and everything the doctor looked at me 然后做了这些的院学的检查 之后那我的医生就看着我 the doctor said something 然后医生就对我说了一些话 are you ready for it 他说你有预备吗 I mean are you ready for it 你们也预备要听我的院生报告吗 the doctor said 然后医生就说 pastor 他说牧师 you are boring 他说你 你很闷耶 your health is boring 你的 你的这个的健康很闷 nothing exciting 没有什么 刺激的事情 I said doctor you think you can earn my money 他说医生你以为 你可以赚到我的钱吗 that is what you see life it's not just living alive faith it's not just having faith faith you need to put into action 所以你看我们的生命 不只是存活而已 就好像我们的心心 不只是有心心 我们要行动出来 因为没有行为的心心是死的 神就对耶稣亚说 I will tell you what to do 我会告诉你要怎么做 you take your soldiers you take your people walk around the walls of Jericho once a day for six days 带着你的这期作战的冰冰 然后就一天 每一天维绕一次 六天都要这样子行 that is very silly 你觉得这样子的一种的行动 有没有觉得 就是很愚蠢 you say it's not done yet on the seven day you walk around not just one time you walk around seven times 然后神说 做了六天还不算哦 最后一天 第七天的时候 不只是绕成一次 还要绕成七次 God that is very silly 然后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 神啊 这个是多愚蠢的一些行动 God even want to bring down the wall just say one word the wall will come 如果神要来到 让这个城墙倒塌的话 上帝说一句话就成了 you say God it's not that he can't bring the wall down He wanted Joshua to understand if you want to finish well you have got to exercise your faith 所以其实上帝不是 不能够一句话 就让这个城墙倒塌 而是要让耶稣要学习说 你要看到城墙倒塌 你就要去操练你的信心 because what God says to you the strategy that God gives to you is a challenge to your faith 因为很多时候 上帝给你的策略 会挑战你的信心 God will ask you to do something that you say is so silly 因为可能上帝叫你做一些事情 你会觉得好蠢 所以很多人听到上帝说话 但是他们却没有任何的行动 to hear the voice of God is one thing to act on what God is saying is a different thing 你听到上帝对你说话 但是你要行动出来 是两回事 God's strategy is always a challenge to your faith 所以上帝的策略 总是挑战你的信心 and very often it does not make sense 很多时候呢 你会感觉到呢 上帝给你的策略呢 好像不合常理的 but it works 但是它却非常的有效 but it works take up your bed and walk 拿起你的这个路子 其他行走 it does not make sense 但是这不合理啊 I've been like this for over 30 years 我三十年都已经躺贪在这边了 in three seconds you want me to change 你要我三秒钟就改变吗 it's not possible 是不可能的 but with God everything is possible 但是在神里面 凡事都可能 when the sons of a prophet lost the axe head in the river 所以当这些的先知 他就是仪式的这个斧头 就是仪式的斧头 在这个河里边 they came to Elisha Elisha, Elisha Ah, man of God We have lost the axe in the water We don't know what to do In fact, it's not ours We borrowed it from somebody 所以他们就来到 Elisha的面前 所以Elisha, Elisha 我们遗失了我们这个斧头 你看这斧头还是跟人借的 神就说 把这一只的树枝 丢在河里面 这个斧头就会浮出来 Elisha, it does not make sense Elisha, it does not make sense Elisha, at least jump into the river and look for it 然后你至少要跳下去河流 去找它 Am I right? I would jump into the river to look for it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自己跳进河流 去打捞上来了 God's strategy does not make sense 很多时候上帝的策略 是不合理的 但是它却有效 It takes faith to obey what God is saying 顺服上帝的话语 需要信心 God said something 上帝说了一些话 当你来到去占领 这个城市的时候 There are things in the city is called under the ban that rightly belongs to God Don't take what belongs to God 因为神清楚跟他们讲说 这些城市有些东西 是属于神的 不要去拿取神 属于上帝的东西 Jerusalem was the first city that they conquered 然后这个的Jericho Jericho was the first city that they conquered 所以耶利哥城 是他们第一个占领的城市 It's called the first fruit 这是他们的出手的果子 God said First fruits belong to me 神就说 出手的果子是属于我的 Offer me the first fruit 把出手的果子献给我 Give me the first city 给我 你们第一个占领的城市 要属于我 All the subsequent cities will be yours 其他接下来的城市 就属于你们 You read Joshua There were 13 other cities That Joshua conquered 所以耶稣 继续地占领 其他13个城市 But the first city God said belongs to me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understand what first fruit is what rightly belongs to God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这个出手的果子 是属于神的 That's why God talks about the one talks about tithing So in此神说 神有教导我们 有关于十一 When you give God the first fruit 当你给神 这个出手的果子 God will give you the rest 上帝就会把 其他的给你 Abraham gave his first fruit Isaac God gave him many more children After that 之后呢 Sang帝就赐给亚伯兰 更多的孩子 Hana gave her first fruit Samuel God gave her children After that But there was There was a man In Joshua His name was called Aken He took what belonged to God And brought home And kept it In his tent 但是呢 在这一次 当他们占领了 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呢 这一次在 以色列人当中 有一个人叫雅干的 他竟然将 这个城市里头的东西 偷偷地拿了回家 He thought He could keep What rightly berong to God If nobody knows It is okay Only I know 所以他就以为说 他可以呢 拿取属于上帝的东西 没有人知道 只有他知道就可以 耶稣可能不知道 The people may not know 他的其他的同伴不知道 Elders may not know 长老们可能不知道 But God knows The second city That they wanted to take So当他们要去 攻打第二个城市的时候 Was a very simple Easy Small City 是一个非常小 很容易就能够 占领的这个城市 If we can take Jerico 如果我们能够攻下 耶利哥城 What is the next city City called AI 然后即使下去 这个I城 又算什么呢 It's a simple city 这是很小的一个城市 They went in 他们就进去 They expect victory 他们就期待能够打胜仗 But they lost 但是他们却输了 How many of us We have lost Strategic battle That we could have Easily won All because Of our disobedience 很多时候是因为 我们不顺服而输掉了 本来是可以 轻易获胜的 这个的 策略的战域 How many How often We lost opportunity That we could Easily have God It's just because Of our disobedience 多少时候是因为 我们失去了 这些的机会 本来就是可以 很容易拿下机会 因为我们的不顺服 我们就失去了 How often That we lost Even contracts That we could easily Have secured It's all because Of our disobedience 很多时候一些的 工程你觉得 是轻而易举的 能够拿下的 但是因为你的 不顺服 你却没有拿下 So you always find that Very often Just before A strategic battle Just before An important thing Gonna happen to you Just before that The devil will come He will tempt you With one thing Disobedience 所以很多时候呢 在你要去 要去得胜之前 要去得到一些东西之前 魔鬼撒蛋 就会来到你的面前 他就会 引诱你 让你不顺服 Just before Jesus started The ministry The devil came Just before Jesus went On the cross The devil came See If you don't let Your faith Kicks in Takes effect 如果你不让 你的信心 能够发生 这个果效 You will believe In everything Anyone says You will believe 其他人 任何人 所说的话 You will believe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that the devil 你会相信 你会相信 魔鬼撒蛋 所说的 任何的话 You will believe Everything And anything That your emotion Your doubt Will say to you 你会容许 你的情绪 对你说 一切的 这些的话 Let me just quickly Give you a third point And we'll finish Let God speak If you want to finish 如果你要 好好的完成 你要第一 要让上帝说话 When God speak Let your faith Takes effect 当上帝说话的时候 让你的信心 发挥功效 Thirdly Be connected Be connected Be connected If you read the Bible The story goes on In chapter 6 所以当你继续的 看下去 耶稣亚记的第六章 Earlier Joshua Send two spies To spy out Jericho 其实呢 在刚开始的时候呢 耶稣亚就猜票 两个探子 去探一下 这个耶利哥城 Especially when they saw That Jericho Has a great war A war Called impossible For us to overcome 特别是 当他们看到 这耶利哥城 这么巨大的城墙 他们觉得是 我们不可能 去攻破的 So they send Two spies To spy out The war So they派了 两个探子呢 去窥探 这个城墙 Find out the size of the war 去找出这个城墙的大小 Find out the length of the war 就是去找出这个城墙的长度 Find out the strength and the weaknesses especially the weaknesses of the war 然后特别是 找到呢 这个城墙 到底有哪一些 是可以攻破之处 Hear this before the spies came to the war 所以当这个的探子 两个探子 去到这个城墙之前 God had already done something to the war 其实上帝就已经 在这个城墙 做了一些手脚 God had already placed Position Rahab a prostitute at the war 其实上帝呢 就已经呢 让一个基尼 叫做拉荷的 这个基尼呢 在这个城墙 那边 Rahab had already be staying in the war 就这个的拉荷呢 她已经是住在 这个的城墙里面 She was a prostitute so she could see who comes in who goes out 因为她是因为 基尼 所以她能够看谁 出入这个城 God had already blessed her there 所以上帝已经 把她放在那边了 The Bible says The first person that the slave the first person that the spies came contact with came to know came connected with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就说这两位探子呢 第一个 知道的 连结的 的人 was a prostitute 是一位基尼 Let me give you this statement God can use people home you don't like home you disapprove whom you hate to help you to finish well 所以上帝可以使用 你不喜欢的人 帮助你 好好的完成 You understand that 你明白吗 I don't like him I don't like her 我不喜欢这个人 我不喜欢那个人 I don't want to talk to him I don't want to talk to her 我不要跟他讲话 She is disgusted 他真的是非常的 He is disgusted 他真的是非常的 让人觉得很呕心 很恶心 I don't even want to sit near him 根本坐在他旁边 我都不想 In church if I see her there I would go there I don't want to go to church because she is there I want to let you know something God can and actually very often use us people whom you don't like whom you disapprove to help you to finish well I don't like my life group leader 我不喜欢这个小组组长 I'm not talking about you I'm talking about another church 我不在说你 我是在说别教会的会友 I don't like pastor for you 我不喜欢温慕斯 你们不可以这样偏心 怎么他说不喜欢我 你们不拍掌 我一说我不喜欢温慕斯 你们就拍掌 不可以这样偏心的 偏心 我们爱你 牧师 You see among all people 你看在这么多人的当中 A holy God A holy God whom the angels would cry out Holy, holy, holy 这个圣洁的神是天使呢 呼喊他圣洁圣洁的 But when God came to Jericho 这是当神来到这个耶利哥 He didn't call holy, holy, holy He called hooker, hooker, hooker 所以他并没有叫这个圣洁圣洁 A prostitute he was looking for 他是找这个寄宁 Does not God know who she is? 难道神不知道他是谁吗? Not only a prostitute, but a liar You read the story how she lied to the army 所以他不但只是个君临 他也是说骗话的人 Does not Jesus know about the woman who was crying beside her wet her feet with her tears wet his feet with her tears wet his feet and pour perfume on his feet Jesus still stretched out his feet to the woman, a sinner 当这个有罪的女人来到 耶稣的脚前 用他的眼泪帮耶稣洗脚 真的是用这个香膏抹在 耶稣的脚上 难道耶稣不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吗? Of course Jesus knew 耶稣他知道的 You see Jesus said She is doing something that you could never understand She is preparing for my burial 所以耶稣就对这些看着的人说 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你们是无法懂得 因为他在为我的这个葬礼而预备 Let's conclude You know who you are 你知道你是谁 You know what you have done 你也知道你所做的事 You know where you have been 你也知道你是在哪里的 yet God uses you God uses me For his purpose That is called grace 所以呢 这叫做恩典 You understand that? We don't want to be connected We don't want to be connected because He is not good enough She is not good enough 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跟对方联系 因为我们觉得他不够好 那个人不够好 这个人不够好 Wait till he is good enough 直到他变好 Wait till they are good enough 直到对方 待到the life group is good enough Then I will join 比如说 整小组变好的时候 我才参加吧 We don't want to be connected 很多时候我们不要保持连结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 无法去理解上帝的旨意 跟他的恩典 然后上帝的旨意就是说 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不管他是隐君子 还是他是妓女 不管他是来自哪里 他做了什么 所以上帝会用他的恩典 上帝会用他的恩典来到使用那一个人 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 够资格的来到去祷告去讲道 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好到够资格的 在敬拜团队服侍 如果你跟我们讲说 你做了什么事情的话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逃走 都逃 都会离开 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站在台上 但是上帝的恩典长存 但是上帝如果说我要因找我的旨意来使用你的话 我就会使用 所以你不要去 所以你不要自以为意 你不要去看不起别人 你就说所有的组长都不够好 我们的区长不够好 牧师不够好 主任牧师不够好 是的你对的 我们真的是不够好 但是我的神是最好的神 所以我们要保持连结 我们要保持连结 因为当你保持连结的时候 你和我 就能够好好地完成 这个Gini呢 他就跟着这两个的探子连结 所以因为他跟他们保持连结 他救了这两位探子的生命 他当他连结的时候 然后这两个探子就救了他的命 因为他跟他们保持连结 这个城市倒塌的时候 然后这个整个城墙倒塌的时候 他在这个城墙的里面 他的家没有倒塌 这些城墙都倒塌 但是他的房子没有倒塌 因为他保持连结 因为他保持连结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母亲都得救 圣经要告诉我们 他所拥有的一切都蒙救 甚至是他家里面的这种的家庭都得救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因为他跟这两个探子保持连结 所以他和属于他的东西都能拯救 这个是连结所带来的能力 连结所带来的能力 所以我们鼓励你们要跟小组连结 在服事上连结 跟我们主邻的家连结 然后在服事当中连结 跟彼此的保持连结 保持连结 你要好好地完成 你要保持连结 你要保持连结 当我们保持连结的时候 你会因此而蒙福 如果你跟我保持连结 当我蒙福的时候 你就蒙福 当我跟你保持连结 你蒙福 我也蒙福 对吗 我跟耶稣保持连结 我跟耶稣保持连结 所以我很蒙福 我与耶稣连结 因此我被拯救 神经说 然后你相信耶稣基督 你就得到拯救 我们全家 与我连结的 他们也会一起地得救 上帝的子民 不管你做什么 不管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不管你经历过什么事情 上帝要赐给你一样事情 他在你生命所开始的 他必定会让你好好地完成 但是你 必须要听他所说的 所以你必须要让你的信心 能够有果效 但是你必须要学习 如何保持连结 所以我们不要呢 太容易地跟 就是 以人隔绝 太容易去批评人 所以因此呢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好好地连结 我们要保持连结 你就会好好地完成 让我们从位置上站立起来 我们在一起地来到结束 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你在挣扎 你在你在做着的事情 跟你想要做的事情当中呢 你一直不断地挣扎 就是你知道今天上帝对你说话 提醒你 你需要做的一些的决定 提醒你 如果你觉得这是你 今天早上神对你说话 你真的是很想 上帝在你身边做一些事情 可能你没有办法 去放下 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些伤害 可能你没有办法 去胜过 生命当中的一些挣扎 有些人 有些人 觉得你 在这生命当中的一些挣扎 那是为了 你已经过了很多 失败 之后失败 之后失败 你已经说了 我似乎可以听到 你已经说了 我已经被挣扎 我的生命当中的挣扎 我的家庭是挣扎 我们是在挣扎的 你已经说了 你自己 这早上 神会把你送到那挣扎 有些人 有些在我们当中的一些雕姊妹 你总是认为 你自己是活在咒诅的当中 你和你的家庭 活在咒诅的当中 所以因此你察觉到 你自己做什么 都是失败的 你做什么 都是不顺遂的 你做什么呢 你都感觉到 你自己是被咒诅的 所以你自己很铁定的 跟自己说 你和你的家庭 是被咒诅的一代 今天早上 神要释放你 有三个人 你是对自己 如此说的 所以如果是你的话呢 你可以站在我的左边 然后我要特别的 我为你来祷告 上帝的自明 神爱你超乎你所求 上帝爱你超乎你能够想象 你可以想象 你看上帝是 他连这种的细节 就是当以色列人 过红海的时候 他都可以顾忌到 不要让以色列人的脚 沾满泥泥 他把那个地都吹干 才让以色列人 过这个红海 所以神说 我真的是眷顾你 连你掉下的头发 是多少我都知道 神爱你超乎你能够想象 我们在这里要结束 我们的聚会 所以当我们聚会结束之后呢 如果你想要再次 把自己的生命献上给神 我邀请你在聚会 散会之后呢 你能够来到台前 我为你祷告 所以你觉得 你想要被服侍 并祷告 我也邀请你来到前面 我们会为你祷告 这时刻让我们 举起我们双手 我们一起来祷告 当你举起双手 你就是向神 献上你的生命 天父我们感谢你 主啊 你是坐在 大地远窗之上 主啊 你是掌权的主 主啊 你总是在掌控 你没有一刻是失控 即使我们经历这些的艰难时刻 我们觉得不可能 你仍然的在掌控 你仍然的眷顾我们 天父 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谢谢你如此爱我们 主啊 派我们出去成为你的见证人 让我们的口宣扬你的美善和你的信息 让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尊容你 让我们的生命是蒙福的 让那些以我们连结的 他们也因为我们的生命而得到祝福 神的致命 平安的善会 爱你的主 服侍你的主 奉耶稣的名字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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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